一整個一個內容來進行他的簡報 首先就是嘉禾新村 也就是我們畫設保存區 它的相關的範圍 我們的保存區是嘉禾新村裡面的一部分 另外2345就是登陸為歷史建築的 四棟建築物 研究範圍如這張所看到的 這個是後期大家所稱的嘉禾新村 那麼四棟標的路是1234分佈在這裡 後來這個畫設保存區的範圍 是這個紅線的部分 那麼我們的工作是從這個四棟建築物 到嘉禾新村到整個相關的塊狀 其實就是當時也面對著 秀政府的其他消防的相關的單位 正在進行所謂的水源的 防災公園的規劃的相關的腹地 進行多層次的調研的比對跟結果 這張圖會看到整個新建溪畔 所謂又有一詞叫做河南水岸地區 廣泛被認為的這樣的一個地塊 它的大概的發展的重要的事情 大約從清朝時候作為流工郡 林口知縣的灌溉區一直發展到日本時期 那在我們的嘉禾新村所在的相關的地點 其實被定位是一個八號公園的預定地 到日之末期到戰後 逐漸發展成為軍事的基地 那在這樣的一個歷程當中 在1945年的時候由台灣收復之後 1949年國務遷臺陸續的 有各種的軍事的措施 進導入了我們這個基地 而我們的嘉禾新村其實是晚至 晚至1960左右等下有一張圖會看到 才正式定名發展成為後來所看到的嘉禾新村 那這張圖會是看到在1944年的時候 台北軍事的部署圖 那這張部署圖是看到台北的老城區 台北城以及它的相關的軍事的部署 右下角這個就是本岸的基地的所在 它是一個相對面積相對比較大的 一個這個軍營所在的地點 我們近一點來看嘉禾 這個就是所謂的後期的嘉禾新村 在1945年美軍航空照片裡面會看到 其實這個地區的發展 我們會看到這個嘉禾新村 在1945年的時候還沒有太多的發展 而是比較是靠東邊的地區 是由靠邊聯軍、營房等等的 一些相關的軍事設施所在 那麼進一步來看 這個後期逐漸發展成為綠色藍色的軍事醫療 以及黃色、橘色的軍事的居住的環境 在嘉禾新村的內部 它歷經了一個好多階段的成長的過程 那這個成長的過程反映了好幾個特徵 一個就是工地自建跟宿舍 兩種模式共構在裡面 而且有高階居棺一直到一般的 甚至他們的隨從也被拉進來 一起居住在裡面 而形成了一個有機成長的 跟一般宿舍不同的 它是一個有機成長 而且它的這個配置就是相當的 這個自然的一種狀態 而且是多種的軍種跟社群一起住在裡面 那因此它反映在空間 從建築的角度也是從高級將官 一直到中低階 一直到他們的工友等等的家眷 都被引進一起雜住在一起的一種特徵 那我們這張會看到完整的家額 它的這個原來的各種的分布 跟建築的形態的狀態 那我們分為一般叫做高階軍官 或者是一般的眷舍 那同時我們掌握了整個的這個眷村 在過去歷史中記憶裡面 所能夠責任的公共空間 跟相關的環境的場所 那在這個整個漫長的過程裡 因為它的空間特殊性 同時也是台北市民的共同記憶 它是透過很多的有名的電影 而全台播放 它多數是形 位置多數是落在我們目前化作保存區的範圍裡面 這張圖是我們同步調查了裡面的植栽 那除了多元的這個植蟲以外 同時有大量的老樹 那被我們指認值得作為這個列為老樹保存的 我們也把它提出 那同時有各種不同的 具有當年代的特殊性的樹種 它的保存價值大體定位為展現日治到戰後 台北城南軍事發展的演藝史 它同時是單一眷村 具有多種類軍籍眷設 尤其是宿舍公有自營共購 歷史演變有機成長的眷設的樣態 最後它是陳南水岸地區發展歷史的一環 也是當今人跟都會生態的一個緩衝區 那從這個角度我們來看待歷史建築 以及它的相關的附屬設施 那歷史建築相關的附屬設施則包含 有機成長後的家戶院落圍牆 巷弄直在大樹廣場通道 以及他們所構成的這個多層次的空間感 這張我們看到的就是四棟建築的分布 以及清除的保存區的範圍 同時有相關的土地權屬 裡面包含著大量的公私有地混合 而沒有分割的土地 那這樣的一種狀態 它的私有地主多達60人 那同時有比較單純的私有地三比 共有地一比 它的文資文化資產的重要含購 我們把它整個反映在這張圖面上 透過這種種我們提出了四個大的方向 來作為再利用的評估的大項 第一個是全區經營跟周邊發展 周邊發展條件的關係 第二個是台北地區的展演場地的需求 第三個就是歷史跟故事再現的可能性 第四個是它自己本身的空間發展條件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一一的詳細的說明 那比較重點的就是在周邊的環境裡面 必須要跟目前在推動中的房拆公園 產生互相共共融的一個效果 那也就是它在平常期跟齋期的時候 都要扮演適當的角色 那第二個就是它跟城南柏沃園區 這個名字在最近兩個月已經改變了 但意思就是我們會改變這個名字 那它是這樣的一個籠帶上的 軍事地景籠帶上的眷村的特質表現 同時而且在這個表現上 眷村的過去的歷史反映了自建精神的一種 環境的發展的可能性 那同時有必須我們發現值得來回應 台北地區的表演藝術空間的不足有需求 那這個我們有相關的這個數字的計算 那同時是水岸生活地景的這個整體的環境的表現 那 好 他一直走是吧 保握時間 好 那走到 走到 總之最重要的就是各位看到的 一個保存區的範圍的畫設 然後從原本的三棟後來界定成四棟 同時這個有兩個兩棟建築被確認 在國防部拆除的過程中是予以保留 作為日後這個規劃設計的時候的再評估 以便決定是要用什麼方式對待這兩座房子 那麼同時對於這個綠色藍色的線畫出來的這個部分 希望能夠跟外圍的未來的這個防災公園等等 以及這邊會變成住宅區 這邊也是住宅區 這邊是公園地 能夠有一個相關的一個過渡帶能夠被界定出來 那麼同時 OK 好我們這個報告還是要把握時間 事實上我剛剛看到你的資料前面的鋪陳太不久了 其實我們主要是要看你的在立用 前面那些其實資料都有 每個委員手上都有 所以有點可惜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請委員們來針對本案表達意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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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見的話就請大家來填一下 手上的這一張審查表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會議 各位我們知道今天是全程直播 這個也是呼應 呼應社會大眾的期待 在議會裡面 議員也在關心 因為文字的審議是重要的 社會大眾所關心的 所以我們是全程直播的 讓各位邀請一下 謝謝 我們剛才審查第二案的時候 我想這個是今天媒體可能會比較關心的議題 我們還是要請文化體這邊 尤其我覺得剛才兩位委員講得非常好 在圍應的時候 要把這些委員很好的意見寫進去 這樣比較 真的可以達到一個比較 跟所有權等 怎麼樣能夠圍應比較平穩 比較平穩的這個新聞稿 或者是要調達的社交 要請文化學員來準備一下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本案有關這個家和新村 這些相關的修復再利用計畫 出水為12位 12位 那麼12位都同意 都同意這個審查通過 那麼就依照這個審查通過 這邊審查通過 好 下一個案 來 審議案6 直轄市電骨機清代機械局移構 東側圍牆與石板道 展現探坑草骨遺址發覺計畫審議案 新代機器局移構於98年2月5日公告為直轄市電骨機 目前由國立台灣博物館進行整體鐵道部延續之規劃施工 並就直轄市電骨機清代機器局移構提出修復期再利用計畫 本費的修復再利用計畫前於105年1月13日等式文字會174月4會議審查通過 並且本局105年5月10日同意核准在案 逆查本案乘以96年及104年有進行過視覺 視覺量數分別為3公尺乘1公尺及2公尺乘1公尺 目的去確認新代機器局東側圍牆與石板道地下層 可能為當時道路的歷史結構這些可能範圍 本次國立台灣博物館一本局核准置修復期再利用計畫內容 於108年1月3日簡送本案東側圍牆與石板道展示探坑 考古移植發掘申請促進計畫出向本局申請發掘 促進發掘範圍為修復期再利用計畫預定進行現地展示之石板道區塊 以鐵道路遠處西南角之紅磚小屋往南約2.67公尺起 以長約7.47公尺寬約2.1公尺 深度約以石板道漏出為止之範圍內進行控股發掘 本局108年3月26日邀請四位委員召開 本案的考古發掘申請書與計畫書審查會議 會議結一月以機密委員意見修正 訴訟跟審議會審議 本案的申請書及計畫書請委員參與手編資料 那這是基地 本案基地的周邊的歷年的發掘情形 這是目前的基地範圍的圖 黃色是這次要申請的發掘範圍 那這是放大後的示意圖 那等於你可能請臺北五十分進行檢報 好 現在開始進行檢報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這次鐵道部園區展示探空發掘及工程施工監看案的計畫主持人 今天的簡報分了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一直發掘申請書 第二個部分就是一直發掘申請文件 第二個就是一直發掘申請書的內容 第三個就是施工監看的一個計畫書 那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本次的一個視覺申請 是位於鐵道部園區內 赤嶺古基新竿機器局東側圍牆與石板道 就是修復在利用的工程 當中是針對石板道的區塊 進行全面試的一個開話 紅色的圓圈當中的黃色的區塊 就是本次視覺的一個區域 那此次的一個區域 最早在2006年 曾經經過大範圍的發掘 之後在2015年 那也曾經經過兩個探坑的一個視頻 那2015年的一個探坑 那顯示了石板道的一個規模 還有它跟西側的那個 清代實為一構的一個關係 那這張圖放大就是我們本次的一個發掘的一個範圍 紅色的區塊這個範圍 長約7.47公尺 寬約2.1公尺 那距離北色的紅磚小木是2.67公尺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預定此次發掘的一個範圍 那發掘的深度呢 根據2016年以及2015年的一個資料 那顯示石板道是位於線地面下 70到75公尺左右 而本計畫也是以發掘到 完全揭露石板道出來為止 就停止發掘 那這個是一個本案的一個簡單的一個敘述 請各位參考 這張顯示的是 兩張照片顯示的是2006年的一個視覺 那從這兩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 親愛石板道的一個結構 顯然是由卵石石條 卵石石條 雞卵石 等南北上一個排列而成 那前面這一個就是所謂的紅磚小屋 我們這次發掘的一範圍 就是在南側這個紅磚小屋 南側2.67公尺以南 做一個全面視頻的揭露 這個也是2006年的一個視覺的一個過程 這兩張顯示的是2015年所顯示的兩個探坑 那TP1的探坑顯示了它跟就是清代圍牆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TP2的這個黑色沙寶 是2006年當時發掘的時候 發掘完了之後所覆蓋上去的 那這個是本次工作範圍 以及項目 剛才已經進行的一個說明 那本次發掘的一個總面積是15.687平方公尺 這個是探坑範圍 那我們遺址發掘的一個基本資料 顯示的是不管自然環境以及油門背景 以及靠譜檢視的部分 請各位有您參考我們的書面資料 左邊這張圖顯示的是北門地區包含的鐵道部 周圍地區歷年來的一個考古發掘的位置 包括了84年在北門地區 北門地區還有藍色的部分 07年到2011年還有2015年等等 北門地區的一個考古發掘探坑的一個位置 這張圖顯示的是2015年發掘完畢的時候 用3D社會所顯示的一個成果 本次的一個發掘方法 主要是依據考古學的傳統方式進行 發掘是現地面下70到75公分 將石板道完全接入出來為止 過程中會依照考古學的方式採集各項螢幕 以及做成相關的紀錄 如果說有發現其他的疑似結構的話 都會依據相關的法令辦理 這張圖顯示2015年P1的一個剖面的一個結構 這張圖顯示的是P2的部分 我們工作期程 原則上是本計畫主管警官審核通過後 次日起45日之內完成發掘工作 本計畫的參與人員 包括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等等 請各位有人參考 此次的經費由台博館這邊支應 總費用為96萬5千餘成 這個是最後一部分 就是施工監看的部分 就是在整個發掘完了之後 整個園區內在做展示規劃的過程當中 也會進行施工的監看 這個是我們施工監看的一個範圍 也就是園區內之內 這個是我們施工監看的計畫書的內容 包括確認進場的騎乘、施工監看 還有現場的組織 以及監看記錄報告的位置等等 那預計監看的時間是30天 那同樣的參與的人員跟一直發掘參與的人員想要等 那我們的監看報告會是計畫結束日起三 就是30日內提交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施工監看的時候 所使用的監看的紀錄表 那這個是我們以上的一個簡報 謝謝 好 謝謝簡報 那個台博館有沒有要補充 好 謝謝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要針對本案表示意見 好 請 我請教一下那個計畫主持人 那個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從那個包包書的內容來看 目的其實是為了服務館性的感受 那現在有一個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次的那個視覺跟原來2005年的 那個是完全一樣的嗎 就是那個範圍是完全一樣的嗎 這個是一個 因為從目前的資料來看 其實making起來其實對不起來 那第二個是 那如果 對不起 那第一個問題的延伸就是 那如果是原來的揭露的部分 那為什麼剛剛報告的時候說還需要 因為照理來講 上次應該已經都清理完成了 那現在只是揭露原來到當時候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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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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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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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層就可以了 那所以是不是有剛剛提到的 那個額外的那個發現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覺得有 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那個那個 因為目前所附的這個資料 幾張老照片其實都沒有切合的 就是可以直接看出我們這一條路 可能的那個目的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我想在後續在做計畫 在執行計畫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同意的話 後續在執行計畫的時候 一個建議就是 其實這條路是做什麼使用的 是連通到是從出了北門向左轉 然後沿著機械局的城牆 直接連通到北邊的台北貨車站 是這樣子的嗎 那這個部分跟目前的所呈現的資料 其實不太一樣 那剛剛提到的 我個人的那個觀察 那個提供參考 好 謝謝 來 各位有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 請說明一下 謝謝 謝謝委員 歡迎委員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本次視覺的一個範圍 這張圖顯示 這個範圍跟2005年那個時候 視覺的範圍顯然是比較大 比較大 當時的視覺範圍 當時從照片上可以看得出來 顯然本次的一個範圍 是將近到這個旁邊來 那它的長度 長度也會比當時發掘的範圍要大一點 那實際上 本次的目的 就是將當時 05年 05年 06年這個時候發掘的一個現象 把它完全揭露出來 揭露出來 我們考古做發掘的時候 過程當中會發現什麼 即使說之前這個地點曾經被發掘過 那當時是不是有遺留一些東西 我也被採集 這個是很難說的這樣 所以我才會在報告書裡面 加上這麼一段話 那另外我們提到的 有關石板道的用途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次的報告裡面 這次的計畫裡面 能夠去收集更多的一些資料 來探討這條石板道它的一個目的 它到底是作為通往北門 或者是機器局的主要道路 或者是附屬道路 這些我們希望在這個計畫裡面 能夠獲得更多的一些資料 以上的說明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我要不要其他意見 好 面我們請填 來 好 歇尾 我覺得 從有限制要去判別那麼多 其實很困難 從剛剛張偉一講 基本上 2006年有挖去判別一次 2015年有挖去判別一次 那很關心一下 我曾經去看過 我看過為什麼 因為2006年 他有做一些批判 2005年挖去判別以後 這是一個洞災 結果上次很多的工人在施工 就把它當作一個廢燈 再填 把廢棄物丟進去 那時候 我當時就立即指證了 所以他跟台北馬上鎖住 把那些廢棄物拔掉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在北門地區 有個甲骨 甲骨基 就是北門車站 北門車站底下的塵塞 我們當時在北門車站 興建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能夠真正 真實呈現 當時的考古體制 結果他們不願意做 就把那個地下車站 做一個甲骨 甲骨基 我們是 很多人一看了 不願意看 所以在這個地方 好不容易呈現一個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這個 反而不是在考古學要怎麼去做 而是你要怎麼把這個 呈現出來 那這個呈現出來 跟你們最近這個 我已經請一個基督師 要做這個舊牆的整修 同樣的要合併起來做一個案件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這個考古發掘 又一直把原有的思坑把它清理 甚至擴坑 這個都還好 但是我很關鍵的 就算你以後怎麼去陳世 就是呈現出來 如果還是這樣 入在外頭的話 很快這個風水遇到 甚至又能把它當個熱水坑 填在社裡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很重要 那我想這個 這部分可能跟我們今天的 審查的目的不同 那我也是希望能夠 台北館能夠再證實 這個將來以後怎麼呈現 好 謝謝協委 那個台北館了解 有聽到這一段 我想這個要更加的用心 好 那請我們來填一下這一張申請 就是我們的程序單 看同不同意 好 感谢观看 好 本案出席委员12位 那么12位都同意这个申请案 我想这个还是请能够依照刚才委员的意见 那么来这个未来审的在视觉等等 或者是后续管理等等都要更加的合理 好 本案同意 下一案 审议案7案由北后续坚言中石窟建筑群 古籍本体定着主题范围及指定理由审议案 本案依据文字法第17条 本省议会107年5月21日第106次会议计论结论办理 办理情形1 本案性民众于106年5月14号提报这案件 标的建务群包含红榜大师 岩石窟及波浅不动王民王石窟两组酷及各部属设施等 本建务群作用土地为北斗区 从两段一一小段11642.4211号所有全属国有管理单位为行政院农委会领务局 土地分区为保护区 本局106年7月6日邀集委员办理文化资产价值专案小组会看 会看结论专案小组委员初步判定据文化资产价值 会看意见及文化资产评估报告续送本委员会审议 本案续送107年5月21日本省议会106次会议审议 觉得本案经委员中的讨论后 由出席委员一次同意决议如下 一同意指定征研中石窟建筑群之主窟 欧马大师言石窟拨切不动民王石窟为直辖市令古迹 二未确认古迹本体及定着土地范围 由文化局邀集委员办理宪案确认后 并指定理由等续送本审议会审议 三有关古迹本体与参道传实等登入为文化警官案 请定案启动文化资产审议审查程序 本局107年9月5日再度邀请委员办理宪刊 并委托厂商办理本案土地范围测绘 古迹本体位置定位等事项 依前接测量的结果 有关古迹本体附属设施古迹定着土地范围 请各位委员向附件7页28至29页 并同指定理由送本审议会审议 本章为经厂商测量后是地形图 请委员参轴 此章为刚刚的测量图的放大 包括古迹的本体位置为红线的框列处 而蓝线框列处为附属设施的位置 本章为本次的地极图及范围 古迹定着土地的范围 本章为红把大事严实固的现况照片及标注的位置 本章一样为红把大事严实固的现况照片 本章是日志实习的一个照片 本章照片为提案单的提报的提供 此为红把大事严明治43年的碑文 本章为红把大事纪念碑的现况照片及 古迹定着土地范围的位置 本章为波浅不动明王石窟的现况照片及位置 此为波浅不动明王石窟大正15年的碑文 此为波浅不动明王石窟的一个位置的现况照片 本章是日志实习的一个照片 本章为附属设施 奉献十柱参道十阶跟十冬移构 跟食安肝脊移构的一个标志的位置 以及现况的照片 请为参作 此为参道十阶跟奉献的十柱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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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